2001年,FBI成功逮捕一名潜藏20多年的双面间谍 更为离奇的是,他的身份竟然是FBI高层官员 这让人不禁产生好奇 究竟怎样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过程 才会让如此心思缜密的老狐狸露出马脚,最终落网 大家好,我是探长K,欢迎回到不影大案区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犯罪区025号大案,双面特工 艾瑞克是FBI的一名实习生,最大的渴望便是通过考核 成为真正的特工,为此他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 并将过程整理记录,做成报告,成交给上级 这样的勤奋与努力很快便得到回报 周日清晨,就在艾瑞克与妻子朱利安温存时 上级突然打来电话,让他立即前往调查处 尽管艾瑞克不清楚为什么休息日还要工作 但他还是老老实实来到局里 刚一落座,上级布洛斯便交给他一项新任务 去做汉森的助理 这个汉森可不简单,他是工人的最强特工 与前苏联情报部周旋20多年 因为临近退休,局长便将其调回 负责管理信息安全部 尽管汉森能力强悍,但私下却十分不堪 他不仅经常浏览成人网站,还遭扰过数名女助理 所以布洛斯决定把艾瑞克派到汉森身边 名为助理,实则暗中搜集他的罪证 任务介绍完毕,布洛斯交代艾瑞克几项死命令 一,绝对不能将此事告知任何人 包括是你的妻子 二,一旦有情况必须立即通过传呼机汇报 三,对汉森的记录要做到事无巨细 如此严肃的话语让艾瑞克既紧张又兴奋 但他还是有些不确定 便询问布洛斯,这究竟是什么等级的任务 布洛斯并没有回答 只是告诉他,如果办好,就能成为正式特工 这句话仿佛定心完,让艾瑞克再无疑虑 他跟随地址来到信息安全部 发现楼层是新装修的,就连电脑都没有拆封 到处透露着说不出的怪异 不过第一天工作的艾瑞克并不在意这些 他从负责人李奇手中接过通行证 试探询问该怎么与汉森相处 李奇听完,意味深长地送出一句忠告 千万别感情用事 眼下艾瑞克还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他来到办公室整理物品 这时房门再度打开 神秘的汉森终于出现 他目光锐利如鹰 仿佛一眼就能看穿人的灵魂 二人刚见面,汉森便来了个驾马威 命令艾瑞克说出五件事 其中要混入一句谎言 这让艾瑞克一头雾水 不明白什么意思 好在汉森也没有为难 告诉他,这是苏联特工经常玩的游戏 有助于练习测谎能力 说完便进屋关上房门 不久后,汉森再度走来 直接将艾瑞克桌子上的计划书丢进垃圾桶 他来此可不是小打小闹 而是要大刀阔斧地改良FBI信息存储系统 如此强硬的态度让艾瑞克目瞪口呆 不过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目的 等汉森离开便溜进里屋办公室 发现屋内摆放着各种天主教物品 显然,汉森是个虔诚信徒 还没等艾瑞克继续调查 刷卡机突然响起 吓得他一溜烟回到自己工位 装模作样地整理起电脑 但这怎么可能骗过汉森这个老狐狸 他只是简单一扫,便看出刚才发生了什么 随即面无表情地警告艾瑞克 如果再偷偷进我办公室 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句话惊出艾瑞克一身冷汗 也让他明白这项任务的艰难 但既然已经接受 也只能继续下去 艾瑞克从走廊拿来一台新电脑 回屋看到汉森正在整理网线 便顺身问起他 平时浏览什么网站 企图以此来套话 不料汉森并没有上钩 反而嘱咐他要牢记教义 这让艾瑞克有些不服气 再度提起二人刚见面时的对话 他已经想好 决定说出五件事 没想到话音未落 汉森便看出其中的谎言 并在随后的交谈中得知 朱利安并不信仰天主教 决定尝试改变这一情况 当晚 艾瑞克将白天发生的一切整理记录 汇报给布洛斯 并提出自己的疑惑 在他看来 汉森完全不像私生活混乱的人 但布洛斯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继续监视 这让艾瑞克有些郁闷 他觉得无论是布洛斯还是汉森 都打心底瞧不起自己 好在妻子善解人意的安慰 将他的坏心情一扫而空 隔天艾瑞克重整旗鼓来到办公室 没想到汉森竟拿出他之前写的报告 毫不掩饰的大家赞赏 还建议他没事多去练习射击 因为抓捕罪犯 才是在FBI升职的关键 汉森说着又询问艾瑞克 为什么查找有关帕金森的资料 艾瑞克只好如实相告 自己母亲已经患病多年 这让汉森面色沉重 却没有多说什么 二人交谈间 电梯门打开 一个光彩照人的女记者映入眼帘 等对方离开后 艾瑞克夸赞起他的身材 想要再度套话 没想到汉森不仅指责他对婚姻不忠 更是认为女人只能穿裙子 活脱脱一副老顽固做派 这让艾瑞克的疑惑再度加深 如此封建的观念怎么看也不像个变态啊 之后 汉森带领艾瑞克视察李奇等人的工作 他事无巨细地下达指令 并要求艾瑞克联系CIA等部门 以此来获取更加先进的资讯系统 完全就是一名负责任的领导 正当艾瑞克打算改变看法时 汉森忽然神秘兮兮地让他去偷一副自己喜欢的话 看来他也并非毫无人情味 四日清晨 艾瑞克正准备去上班 开门竟发现汉森在路边等候 要带他一起去做弥撒 二人在教堂图书馆闲聊时 汉森再度发表一番老顽固理论 接着告诉艾瑞克 自己与妻子邦尼就是因天主教结缘 所以他才会坚定不移的信仰 二人说着一起走进教堂 汉森表示 他们全家会在周日一起做弥撒 希望艾瑞克能带朱利安前来 艾瑞克对此并没有拒绝 就在二人做祷告时 布洛斯送的传呼机突然响起 艾瑞克急忙关闭 谎称是朱利安发来的消息 汉森没有怀疑 让他快去处理 就这样 艾瑞克顺利见到布洛斯 但此时他已经有些不耐烦 因为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汉森根本没有布洛斯说的那样不堪 于是艾瑞克主动申请退出 不愿再进行着无意义的行动 布洛斯看出他心中所想 却仍没有解释 只是命令艾瑞克继续任务 到了周日清晨 艾瑞克带着朱利安与汉森一家 前往教堂做弥撒 那沉闷的气氛让朱利安如坐针毡 这一幕落入汉森眼中 他微笑安抚 希望朱利安能平静下来 等仪式结束 夫妻二人来到汉森家做客 艾瑞克趁汉森陪孙子玩耍 悄悄潜入他的书房 打开电脑查询浏览记录 却发现一切正常 并没有不良网站 片刻后 心情大好的汉森回到书房 艾瑞克趁机提起桌上他父亲的照片 不料汉森面色哀伤 表示自己父亲其实并不赞成他加入FBI 但最终他还是走上这条路 说完 汉森画风一转 拿出一份收集的帕金森资料 希望能对艾瑞克母亲的病情有所帮助 这让艾瑞克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断 汉森是无辜的 他主动告诉汉森 有人误会你了 但汉森却表现得云淡风轻 声称自己两个月后就要退休 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事 并且他早已看出 只有玩弄人心的高手 才会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尝到甜头 汉森自认为不是这种人 所以见好就收 这下艾瑞克彻底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怀疑 他主动找到布洛斯要求查看汉森品行低劣的证据 否则那些指控就都是无端猜想 只是有人想让即将退休的汉森背黑锅 眼看艾瑞克态度坚决 布洛斯只好说出这次行动的真相 汉森其实是一个卖国贼 他名义上潜入苏联 实则暗中售卖美国的所有计划 政府因此损失数百亿美元和大量优秀特工 如果不是FBI花大价钱从俄国间谍手中买来情报 所有人至今仍蒙在鼓里 不过汉森那些变态嗜好也都是真的 只是还没在艾瑞克面前显露罢了 如此惊人的消息让艾瑞克瞠目结舌 他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而布洛斯也不再隐瞒 告诉他FBI为了找出汉森的破绽 直接改造一栋废弃大楼 又评估捏造出一个信息安全部 在房间各个角落安装监控和录音装置 之所以选择艾瑞克 是因为他高超的电脑技术与勤恳的工作态度 这两点或许能得到汉森的青睐 让他放松警惕 一旦查出真相 这将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丑闻 艾瑞克听了深吸一口气 没想到自己竟肩负如此沉重的使命 但这还不算完 布洛斯又带他来到一个秘密指挥室 里面足足有50多名特工 他们每天都在仔细研究汉森的生活作息 形成轨迹 只为从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找到线索 这场行动总负责人正是FBI局长 如此大规模的阵仗 让艾瑞克有些疑惑 为什么不干脆将汉森逮捕审讯呢 听到这话 副局长走来为他解除疑惑 因为汉森清楚所有线人的身份和住址 一旦打讨惊蛇 他们都会陷入危险 所以必须抓住汉森卖国的证据 用死刑来交换他知道的一切情报 这下艾瑞克再也没有半点怀疑 布洛斯也不再废话 告诉他 汉森明天将会约见国防情报局局长 小组决定趁机搜查他的汽车 所以艾瑞克至少要争取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并且还需要下载汉森手机里的信息 可艾瑞克却对自己失去信心 他已经明白汉森城府极深 担心会露笑 见此情景 布洛斯告诉他一个秘密 FBI曾在几年前成立一个特别小组 意图揪出那个出卖情报的特工 但局内所有高手苦思冥想多日 却仍毫无头绪 因为小组的负责人就是汉森 布洛斯想通过这件事告诉艾瑞克 即便是聪明局顶的王牌特工 也会被汉森耍得团团转 所以不要有心理压力 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即可 布洛斯离开后 艾瑞克翻看起汉森与敌人的通信 里面记录了他出卖情报的方式 以及赚到的钱都藏在地板下 艾瑞克越看越心惊 他怎么也想不到 看似忠厚长者的汉森 背地里竟如此毒辣 然而还没等艾瑞克平复心情 便再度遇到猝不及防的事情 汉森竟带着邦尼来到他家做客 艾瑞克急忙压下慌乱 故作轻松地和二人打起招呼 可汉森却直接询问 他去了哪里 为什么把妻子独自留在家中 艾瑞克大脑疯狂旋转 滴水不漏地回答 母亲意外跌倒 自己前去查看情况 但汉森显然没有相信 转而问起他母亲的住处 艾瑞克没想到这一点 只能含糊其词地应付过去 好在汉森并未追问 而是提起刚才与朱利安的交谈 最后四人坐在一起 享受丰盛的晚餐 等他们离开 朱利安压抑的情绪彻底爆发 他不明白艾瑞克为什么要撒谎 也不明白汉森夫妇为什么不请自来 可艾瑞克因为规定无法说明原因 这让朱利安更加委屈 开口请求艾瑞克辞职 因为他能感觉到 夫妻二人的关系正逐渐疏远 但艾瑞克被今天的一系列遭遇 搞得头昏脑胀 根本无法思考 再加上朱利安声泪俱下的哭诉 让他一时间情绪失控 怒吼咆哮 此日大雪纷飞 艾瑞克哭坐在父亲家门前 任由钢刀般的寒风刮过脸颊 昨晚的争吵令他陷入迷茫 不明白该如何选择 只能向父亲求助 父亲尽管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他为自己儿子加入FBI感到骄傲 只希望艾瑞克明白一件事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这句话让艾瑞克再度找到方向 他回到大楼 从李奇口中得知 五分钟后将会安排汉森拍照 必须趁机黑入他的电脑 艾瑞克被这临时决定 搞得措手不及 却也清楚 那是唯一的机会 只能想办法完成 于是他火急火燎的闯入办公室 告诉汉森 摄影师已经抵达 如果不去 只能再等一个月 接着故意碰翻水壶 汉森尽管很是不满 但因为座位被打失 只能起身离开 不久后 汉森来到摄影室 李旁的探员健壮 将消息发给艾瑞克 艾瑞克急忙从汉森包里拿出手机 插入窃取信息的储存卡 然而传输刚开始 汉森突然改变心意 不再拍摄 这让众人一时间不知所措 好在李奇奇时出现 声称自己心情不好 拉着汉森来到靶场打枪发泄 又故意射片 要求再来一轮 经过这么一拖延 艾瑞克成功传完信息 将汉森的手机装回提包 可他刚回到座位 猛的想起放错口袋了 鸡毛恶恼的冲进礼物更换 但此时汉森已经来到门前 眼看就要被发现 艾瑞克急中升职 跪在墙壁上的十字架前 做起祷告 有惊无险的化解这场危机 但事情还没结束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艾瑞克要带着汉森前往 国防情报局 为小组成员争取时间 随着二人上路 汉森的汽车被开进车库 众人急忙上前检查 赫然发现 后备乡竟藏有大量武器 显然 他早就在为暴露那天做准备 副局长并没有在意这些 命人将汽车拆开 仔细寻找 原本一切顺利进行 可人算不如天算 国防情报局局长 突然临时有事 必须缩短见面时间 这让汉森大为恼火 认为受到轻视 一怒之下 命令艾瑞克带自己离开 后方跟随的探员 急忙将此事汇报给副局长 副局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搞懵了 只好下令停止检查 组装汽车 可按照正常速度 汉森20分钟后就会返回 根本没时间恢复原样 以他谨慎的性格 一定会觉察的端倪 那样一来 这么多人这么久的努力 都将付诸东流 而汉森也必想展开报复 正当所有人绝望之际 艾瑞克仍在想办法拖延时间 他声称自己对附近的地形了如指掌 故意带汉森走了一条发生车祸的路 尽管这样会爱依顿痛骂 但至少行动还可以继续 然而艾瑞克没想到的是 汉森竟直接下车 决定步行返回局里 见此情景 艾瑞克只好前去追赶 兵皇称 走这条路 是因为朱利安对弥萨不感兴趣 二人为此已经冷战好几天 所以想让汉森陪自己去 借起本天主教的书籍 帮助他了解 这番真真假假的说辞成功打动汉森 最终他回到车里 答应和艾瑞克一起去结束 艾瑞克没想到 自己的演技竟真的骗到这条老狐狸 一时间内心激动万分 却不敢表露 只能强称镇定 副局长从后方探员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 不由得对艾瑞克刮目相看 就这样 行动开始以来最大的危机 被艾瑞克用质谋化解 等二人返回车库 汉森的汽车早已停在原位 他并未怀疑 将一件包裹交给艾瑞克 命其帮忙寄出 回到家后 艾瑞克思虑再三还是决定打开 发现里面是一盘录像带 随着他插入播放器 屏幕中竟出现汉森与邦尼亲热的画面 这让艾瑞克大为震惊 没想到汉森竟真的如此不堪 还没等他回过神 朱利安突然推门出现 艾瑞克急忙关闭电视 谎称自己在看训练影片 朱利安没有追问 只让他下楼拿东西 可等艾瑞克打开汽车后备箱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他顿时反应过来 发疯般吵架冲去 但朱利安已经看过录像带的内容 他对艾瑞克无比失望 也对汉森感到恶心 无法想象二人整天都在干什么 不过朱利安还是相信自己的丈夫 希望他能给出解释 可看着满脸稀奇的妻子 艾瑞克却有口难言 最终只能选择离开 他先将包裹寄出 而后马不停蹄地找到布洛斯 开门见山 说出刚才发生的一切 布洛斯听完勃然大怒 指责艾瑞克很可能 轨掉整个计划 但艾瑞克同样满心不愤 自从他接下任务 整天不是说谎 就是在说谎的路上 甚至连最爱的妻子都无法坦诚相告 这样割裂的生活让他极为痛苦 只觉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无法挽回的深渊 布洛斯听到这儿也明白艾瑞克的难处 可他却无法提供任何建议 因为从加入FBI的那天起 布洛斯便一心投入工作 他没有组建家庭 甚至没有养过宠物 只能告诉艾瑞克 小组已经从汉森手机里找到机密文件 这场行动很快就会结束 到时艾瑞克就能完成心愿 成为正式特工 可艾瑞克听到这话却没有任何反应 他已经开始怀疑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完成任务的工作 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不久后 汉森将艾瑞克叫到办公室 主动让他看自己的电脑 屏幕中竟是一个身材火辣的女人 显然 汉森已经完全信任艾瑞克 才会在他面前暴露本性 这也意味着艾瑞克有了更多调查的机会 然而很快 行动便再度遇到麻烦 情报部门破解出汉森发给线人的信件 里面表示 他已经发现自己被盯上 决定收手 终止双方合作 众人一时间垂头丧气 因为这样一来 就再也抓不到汉森的任何把柄 一名女探员提起 可以通过之前的证据逮捕汉森 却被布洛斯直接否决 因为汉森完全可以推脱 说那是小说稿件 况且就算真的将其送进监狱 那些内容也不足以定他叛国罪 仍无法保护线人们的安全 就在这时 副局长告诉艾瑞克 汉森正在他家门前等待 同时汉森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布洛斯期望将艾瑞克送回家 下车时 艾瑞克忽然灵光一闪 他让布洛斯撤走监视汉森的人 表示自己有办法 让他再度联系线人 布洛斯本不愿答应 但看着艾瑞克笃定的神情 再加上行动已经濒临失败 他也只好点头同意 等布洛斯离开 艾瑞克深吸一口气 坐进汉森车里 发现他情绪低落 满身酒气 艾瑞克刚开口询问 汉森突然反问他 我能不能相信你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汉森发动汽车 带着艾瑞克来到一座公园 二人在夜色的包裹下走进丛林 汉森突然拿出手枪 对着艾瑞克周围不断射击 并质问他究竟有何目的 这场面吓得艾瑞克大惊失色 却始终没有说出真相 随着汉森打控子弹 艾瑞克趁机反将一军 质问他到底有没有相信自己 接着将压抑多日的愤怒 半真半假的说了出来 并强调 汉森根本就是可有可无 否则附近怎么可能连个跟踪的人都没有 这番话如同利剑 狠狠刺穿汉森的自尊心 他目光猙獰的来到艾瑞克面前 狠声表示 我比你想象中更加重要 看着被激起好声心的汉森 艾瑞克明白 目的已经达成 他等二人分开后 拨通布罗兹的电话 让其这两天多派点人尾随汉森 这老狐狸忍不住了 事实正如艾瑞克所料 2001年2月18号 汉森独自驾车来到公园 将一份机密文件藏在桥下 忽然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正被人监视 他正准备离开 大批FBI突然冲出 汉森见状 明白自己再劫难逃 于是不再反抗 任由探员将他带走 回去的路上 副局长询问汉森 为什么背叛国家 汉森满脸不屑 提起那些曾经被逮捕的双面特工 他们的目的 无非是为了钱或尊严 但自己不一样 他享受那种 将别人耍得团团转的乐趣 尤其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FBI特工 一番话说得副局长哑口无言 毕竟汉森的确是这么做的 一切尘埃落定 艾瑞克如是重负的回到家 他终于可以摘下面具 真正陪伴自己的妻子 而这件事也让艾瑞克找回本心 他主动提出辞职 放弃曾梦寐以求的特工职位 即便布洛斯挽留仍不为所动 艾瑞克抱着所有物品 准备离开这座由谎言编制而成的大楼 却意外在电梯里遇到汉森 此时的汉森双眼心红 如丧家之选般狼狈 他请求艾瑞克为自己祈祷 却无法弥补曾犯下的罪孽 《双面特工》是上映于2007年的犯罪电影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现实中的汉森被判处无期徒刑 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联邦监狱内 艾瑞克则在辞职后成为一名律师 和妻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双回电影 本片虽然明面上是一个斗智斗勇的惊险故事 但深层却是在表现几名主角 身处炫污的无奈与痛苦 艾瑞克为了完成任务 实现愿望 面对妻子的质疑有口难言 只能一次次向他退开 每天的工作则是绞尽脑汁的撒谎 圆谎 几次快要迷失 好在最终明确目标成功脱身 汉森同样被不同的身份撕扯 往大了说 他是游走在两个大国的双面特工 走错一步都将粉身碎骨 往小了说 他是外表道貌安然 内心丑陋阴暗的衣冠禽兽 蒙骗妻子达成变态癖好 而布洛斯显然最为凄惨 他全身心投入工作 以至于失去自我 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只留下让人唏嘘的一生 看完全片 RK我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 那就是 汉森作为FBI公认的最强特工 究竟有没有觉察到艾瑞克的真正目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中文的K探长一定会尽力 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越南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